本期话题 台当局听不进去新加坡前外长的警告 解放军开始动真格 直接出动68架次军机赴台海演训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13日在参加亚太千里论坛时表示 一旦台海危机爆发 美军不会出动一兵一卒 现在之所以与台湾地区纠缠不清 实际就是因为想要将其当作遏制中国大陆的一枚棋子 可以被随时牺牲掉 那么新加坡前外长对台当局的警告依据 从何而来 一方面 早在今年6月 因美国和加拿大军舰先后过境台湾海峡 导致台海局势不断升级 而在6月13日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媒体声 美国因担忧台海局势紧张 正在研究在台公民的撤侨预案 当台海出现危机时 美国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向台当局派遣支援 而是要撤走在这一地区的所有美国公民 完全与其对民进党当局的承诺相违背 再次证明台湾当局只是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 另一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美作为全球经济前二的国家 若开战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超过二战以后历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中美开战可能导致贸易壁垒的提高 全球供应链的干扰 投资信心的下降和金融市场的动荡 此外 中美开战还将产生一系列间接影响 包括能源市场的冲击 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和全球不确定性的加剧 这样的损失是两国都无法承受的 美国绝不会自掘坟墓 此外 美国高层对原台的意愿并不大 对美国来说 台湾地区只是其捞金的工具 他们就是要制造紧张氛围 利用台当局妄图台独的小心思 对台军售赚取真金白银 截止民进党当局2016年上台期间 用于向美国购买军备的金额已高达4000亿台币 与之相对应的是截至2021年6月底 整个台湾地区负债5.68万亿新台币 平均每个台湾人都要背负24.1万新台币的债务 台独成为了美方政客最可靠的提款机 对于杨荣文的警告 台当局非但没有听进去 还认为有损自己与美国新加坡的外交关系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回应称 美国永远奉行美国优先的策略 台湾也不例外 只会成为美国的弃子 并敦促美方停止对台军售等错误行为 那么台当局不顾警告 一意孤行会带来什么后果 第一 台当局想要与大陆对立 岛内民众也不会答应 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2018年已经达到1289.51亿美元 虽然台湾当局不断给两岸关系 制造障碍 给两岸交流合作 制造麻烦 但两岸民间的交流却更加频繁和密切 这就是台湾民意的真实表达 事实证明 台湾同胞的利益来自于大陆 两岸的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利益 第二 台当局若不顾一个中国的原则 继续坚持台独政策 大陆绝不会容忍放纵 解放军有能力 也有责任 消灭任何可能是国家分裂的组织和个人 9月12日 台防务部门公布了解放军机舰动态 称山东舰成功传越巴士海峡 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演训 这次演训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共有超过20艘次军舰参与 创造了台海活动的新记录 台防务部门14日又再次发布公告称 解放军出动68架次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更是有40架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向西南部及东南空域飞去 双双突破今年新记录 那么解放军此次68架次军机赴台海 会带来什么影响 首先 解放军展示了两岸必须统一的战略意志 军机赴台海周边演训 就是为了正告台当局和美国 不要低估了中国大陆收复台湾的实力 更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收复台湾省的决心 这一点也是中国大陆坚守自己立场的体现 并且得到了民众强烈的支持 其次 震慑美台勾连 军演事实上对台湾岛形成短暂封锁 对台湾打击之大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军演彰显了大陆的决心和军事实力 美军退到第一岛链之外 很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大陆是将迫使美方对未来与台方的正军交流 做出限制 最后 把两岸统一步伐 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台湾原来的防线被完全废除 没有了所谓的海峡中线 岛内失去了民心士气 再也回不到过去 未来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演习的次数 将会越来越频繁 美国和台当局应该早日明白这点 综合来说 解放军台海军演 只是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手段之一 若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势力继续相互勾结 挑衅中国大陆 此次的68架军机就只是开始 未来的反制措施 力度会更大 花样更多 台当局遭受的损失也将更严重 最终沦落到自食其果 自取灭亡的下场 春秋时期的《殷福经》曾写道 沉水入火 自取灭亡 意思是 火沉入水中无异于自取灭亡 台当局不顾大陆的警告 公然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是在火中取利 如果胆敢阻挠两岸一统的大事 等待其的只有自取灭亡